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讲呢 我们主要是讲了一维无形神视镜 其中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 求解定带学根方程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怎样来确定 波函数中的一些带定系数 我们的一级原则呢 就是波函数它的连续条件 还有波函数的归一化条件 因为我们从上面求解 一维无形神视镜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的 这个在无形神视镜中 那么粒子呢是自由粒子 但是它的能量 却不能取一些连续的值 而只能取一些分离的值 也是能量具有量子化 这一点呢是和宏观粒子的运动情况不一致 另外呢如果是个宏观粒子的话 我们说啊 粒子可以出现在零A之间的任一个位置 事实上呢我们知道 当粒子处于不同的能量状态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点 是粒子永远不可能到达 这是宏观 这个粒子运动情况不一致的地方 那这解决呢 在讲清楚之前呢 我们还是应当做一下练习 例七 一个粒子呢 沿S方向运动 可用下列波函数描述 这个菩萨S等于C 乘以1比上1加IX 这个I是虚数单位 第一问呢是由规划条件定书常数C 第二呢是求概率密度函数 第三呢是问问什么地方出现粒子的概率最大 就是这么三问 下面我们给出两个结果 我现在具体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它解法 那第一问呢 其实呢我们已经多次做过这样的题了 我们一会再再来做的话 就是让大家掌握它 那这个Posan 它这个平方 这个是X 这里头呢 是整个这个X轴的 所以它是从这个负无穷 接到这个正无穷 那这里头呢 实际是一个Posan模平方嘛 前面我已经说过 它实际就是 就是这个Posan 从这个Posan 就是这个东西 那DX 负无穷 正无穷 那这个Posan呢 就是这样了 就是E 加上I X 再乘以它的一个公额 还是 那实际就是 E减去I X 然后这个是 DX 在前面呢 还有这个 一个C方 记在这吧 最后求的结果呢 这个是负的无穷 正无穷 前面是一个C方 这是E加上这个S方 DX 那这个C方呢 我们拿出来 E加S方分之 EDI 这个积分 正好就是一个公式 它等于这个 二个弹性的 X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它一个是 这个负无穷 正无穷 这样加起来 所以呢 那这个 这个结果呢 一个正无穷的时候 这个东西 二个弹性的X 这应该是二分之π的 负无穷 负二分之π 所以它一减呢 二分之π减 负二分之π是个π 所以这个东西 最后就是 这个C方 乘以这个π 最后它等于1 我们就能定数 这C等于 根号π分之1 第一问呢 就完了 这里头主要呢 大家 应当记住 一是规划条件了 就用了好多次了 第二就是这个基根公式 1加S分之1 那么第S 从负无穷积分 是能二个弹性的X 这是一个基根公式 也希望大家呢 对数学常用的一些基根公式呢 应当记住 这样呢 以后遇到题的时候呢 可以很快的把它用上 进行计算出来 第二就求这个 概率密度 实际我们就求的 实际就是 几率密度嘛 它就是用小w表示 它等于 它的平方 这个就给大家写了 因为前面都求说了 把它带进来就可以了 第三问呢 是 求的 那么什么地方啊 这个 粒子出现的几率最大 或概率最大 那也实际就求这个 小w最大值 求法就是 d小w 然后这个dx 让这个导数等于0 我们就能够求数 最后这个x呢 是等于0 这是这个第七 第七 我们再看 例八 粒子在 一维无限深 湿井中运动 其规划的波函数 已经给了 这也是前一讲 我们最后求是 那个波函数 不算s等于 根据下a分之2 sin nπ x 比成a 那么这个 s是0到a之间的 若粒子处在 n等1和n等2状态 求发现粒子几率 最大的位置 各是多少 这是这个题 这题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题了 那么大家其实呢 我们已经知道 是哪个地方 环粒子几率最大 我们知道这个 小w几率密度 它等于这个 普赛 模尔方 那像这种 十数 它实际就是普赛方了 这是一样的 那最后它等于这个a分之2 乘以这个赛方 这个nπx 比成一个a 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要求的话 因为现在就两种情况 一个呢 就是n等1 一个是n等2 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 这个 发现列次几率 最大的位置 是求那个x 一个就是这个 w1 它实际的就是a 它实际的就是a分之2 然后是sine 这是平方 这是这个πx b剩a 我们求它起立位置 最大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说dw1 对这个x呢 求导 令这个导数 等于0 我们这份能不能 很容易得到 大家也知道 这个数是多少 这是处于 基态的时候 一一能量 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的gw 那是2分之a 这个位置 第二呢 就是说 这个w2呢 我们知道 它等于这个 然后sine 方 2πx 比上一个a 这我们也是一样 要对它呢 求导 导数等于0 这个我们最后能得到 就是E2 那个能量状态 它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四分之1a 一个是四分之3a 这是这个第八体 第九体 摄宽 为a的 也是一位无限层 视景中 可是这个波函数 它等于 菩萨s等于根号 下的a分之2 sin πx 比上a 这个粒子的 这个基态波函数 就这样子了 因为那个n等1 是求粒子处于 基态时 第一 粒子在0 到a 四分之a 这个区间内 出现的几率 有多大 第二文 粒子出现在 四分之a处的 几率密度 是多少 第三文 在何处出现的 几率最大 就是出于基态 时候 在何处出现 几率最大 其实这个上一个例子 我们已经讲过 我们先看 这个第一文 它是求这个 0到四分之a 这个区间粒子 出现几率 这个几率 我们可以用 这个w表示 那当然是0到四分之a了 这样 几率密度 那就是a分之2 然后是si 这个平方 这个是πx 比上一个a 然后呢 这个ds 进行积分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w求出来 第二文呢 它求粒子出现在 四分之a处的几率密度 那这个就是 也是非常简单了 这个小w 等于这个a分之2 然后是s 现在这个π s呢 是四分之1a 所以s比方a 就是四分之1 所以就是这个四分之π了 这是平方 这就是这个值 那么这个sin 是四分之π 就是四分之二 是四十五度嘛 就是2分之2 所以就是2分之2的平方 就是2分之1 那这样呢 结果就是a分之1了 第三文文在何处出现的几率最大 我们知道这个w 它就等于这个a分之2 三平方 然后这是πx 比剩一个a 所以我们求的话也是一样 你可以求倒 也可以直接去判断 求倒要等于0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 rx是有多少 上个例题我们已经说过 解过这个题 那它就是 大家也知道 二分之a这个位置 出现几率密度最大 这是最后就给那个答案 前面我们通过做这样一些例题呢 我想 大家对量子力学 有一些基本的计算呢 应当是掌握差不多了 那这些基本计算是什么呢 实际是求这个概率 概率密度 那么概率密度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 例子在什么地方出现的 这个机会最大 或者说概率最大 另外通过求这个规划这个波函数 就是规划常数 就是这些运算呢 是一些这个基本运算 那直接啊 就是说给你这个四函数的分布 让你写出徐定额方程 然后由徐定额方程求波函数 我觉得如果需要掌握到呢 大家就好好看看 一维无限神示茧 这个地方 整个这个求解过程 那可以体会一下 由徐定额方程来确定波函数 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求解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 这个第五解 叫氢烟子 那这个氢烟子啊 大家知道氢烟子 这个外围有一个电子 这个电子和这个原子相互说的势能 就是整个这个氢烟子 它的势能是一 U等于这个负的四派一凶零二分之一方 这公式呢 大家也不会忘记 因为我们在讲那个原子 氢原子光谱的时候 曾经写过这样一个关系氏 那有了这个氏能的表示氏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氢原子中的这个电子 它所满足的定台序定方程来 由于这个 整个这个体系啊 具有这个中心对称性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的呢 用这个球坐标比较方便 下面这个式呢 是倒三角方 这个普赛加上2M比方H二方 然后后面是E加上 大E加上这个E方啊 E那小E是表示这个电量的 一个电子电量 就是1.6乘10的负19次方库仑 比上呢 四派一凶零二 夸旺乘以普赛等零 这就是这个电子所 遵从的定台序定的方程 是这样的 我们要对方程求解的话 实际呢 现在关键在于这个 拉伯拉斯算法怎么表示 那这个在啊 嗯 球坐标系中 这个普赛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本来这个普赛呢 因为是RC的File函数 就是空间坐标的函数 由于现在试能呢 它与这个时间没关系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把这个普赛呢 写成三项G的形式 那大二这一项 它指于坐标二有关系 大θ这一项 它指于坐标θ有关系 大φ这一项 它指于坐标呢 小φ有关系 那现在这个普赛呢 是R大二大C大φ的乘机 这样表示 那由这样一个式子呢 呃 我们可以把这个普赛带这个 上面那个电子的去那个方程 最后我们能通过分离变量法 就像我们前面啊 呃 来建立啊 定带行为方程那样 我们通过分离变量法 能得到这个大二 大C和大φ 所满足的这个三个方程 然后我们通过解这个三个方程 就能够引入一个三个量子数 一个就是小N 叫主量子数 第二就是小L 这叫子这个脚量子数 第三是I-milo 叫磁量子数 那这个三个量子数 是通过解方程自然引进的 这个呢 和这个当时那个波尔啊 给出那个量子化条件不一样 波尔给出的量子化条件 实际是 有点非常生硬 很不自然 由于啊 解这个二啊 大二大C大φ 这个方程都是比较麻烦的 大家现在还不具备 这方面知识 因为他要 是要这个树立方法 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就 不去解他了 最后我们是给出一些 结论 这些结论呢 希望大家 去了解他 掌握他 氢原子的量子力学结果 一 主量子数N和能量量子化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 球解 我们就也能得到 这个 他的能量啊 这是电子能量 E等于负的 Me的四次方比上 分母呢 是四排一分为零 括号平方 乘以呢 2比S横方 再乘以N方 这个N等一 所以说啊 这个通过球解方程啊 最后 如果这个粒子呢 电子处于束缚态的时候 它能量是负的 这个结果呢 其实大家可以 和以前 由波尔里顿得到那个结果啊 比对一下 我们发现 它俩是一致的 一样的 第二 角量子数L和这个角动量量子化 那么它也是一样 我们通过具体解方程啊 我们知道这个角动量 我们这里用大L表示的 它等于根号下 小L 乘以括号 小L加1 再乘以 然后呢 最后再乘以这个H1横 那么这个小L怎么取值呢 小L取值受这个 主量子数N的取值的约束 那就是说你这个 当N取1的时候 那小L呢 只能取0 当N取2的时候呢 小L取0和1 当N取3的时候呢 小L取012 依此类推 那就是说小L 它的取值反而是 它的取值是从010取到这个 N减1 那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前面呢 这个 波尔引出的那个轨道 那个角动量量子化 和现在这个结果不一致 它俩是不相同的 这个量子学给出这个结果是 精确的 第三呢 就是磁量子数 ML和空间量子化 我们知道 其实呢 可以看到这个 嗯 角动量啊 它的这个取值是 量子化的 也就是说呢 它只能取一些分离的值 而不能连续取值 另外这个 角动量本身这个量是个矢量 它不但大小呢 就有量子化 它这个方向也就有量子化 它也不能是取空间任意的方向 它在空间取向 也就有量子化 那么 那么由于在空间取向就有量子化 那么这个角动量在外场方向的这个投影啊 也具有量子化 那角动量 这个在外场方向投影值 比如说外场呢 是这个方向是Z方向 我们在Z方向投影值 就是用这个大LZ来表示 它等于呢 小ML 乘以H一横 那么这个小ML呢 它的取值受L来约束 受这个较量子数来约束 那这个 它取值呢 是这样 就是说ML 应当等于0 正负1 正负2 一直取到正负这个L 也就是说 它从这个负L 一直取到正L 那这样呢 就是说 它的取值有多少 是L加一个值 那就说 你这个L的话呢 要取1的话 那这个ML 应当取0 正负1 三个值 那L要是等2的话 那么ML 应当等于0 正负1 正负2 好 那这样实际 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 L 比如说L取2 那么ML 应当取5个值 0正负1 正负2 实际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缴动量 在空间呢 有5个取向 因此 它在这个 外上Z方向投影 也有5个投影值 这叫呢 磁量子数ML 空间量子化 第四个 这个结果呢 也可能比较 不好理解 那么我是说了 大家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电子的几率分布 我们那都给他弄出了 我们看最上面这一段 就是发现电子的概率 随费 随费 随费这座标的分布 这是由谁决定呢 由那个 费乘以费兴 由他来 来决定 那么计算结果表明啊 这个费乘以费兴号 是一个常数 所以电子的几率分布 与费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几率分布呢 对Z轴是对称的 这是第一点结论 第二呢 就是我们看看了 这个发现电子几率啊 随费特这个座标 就分布什么样了 这个是由这个大随的方来代表的 那计算结果呢 表明电子被发现的几率 随费特的分布 这个现在呢 好像给的不是特别清楚呢 它这与什么有关系呢 它实际又与两个量有关系 一个是与这个L和这个ML有关系 那下面给出的其中简单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L要等0的时候 这时候呢ML也只能有一个 取一个值也是等于0 我们这个数值轴啊 就是外上方数Z轴 那么这个很显然 这个时候呢 这个几率呢 是一个常数 是个常数 所以它就有呢 球对正分布 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这个L呢 等于小等1的时候 那么ML就有三个值了 一个是正1 一个是0 一个是负1 当那ML等于正1的时候 很显然从那图文来看 这些都是这些雅零形分布 那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 这个ML等于正1的时候 那当θ角 等于0的时候 这时候呢 它的几率呢 是0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方向 发现粒子的几率是0 就是找不到粒子 粒子不会在这个方向来出现 那么当这个θ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几率呢 它是取最大值的 那比如说 在这个 θ等二分之π这个方向上 发现粒子的几率是最大的 当ML等0的时候 那结果相反了 这时候雅零结构 是处这个数值什么方向 当θ等于0的时候呢 很显然这个几率是取最大值的 也就是说θ方取最大值 这里头呢 这个 当这个θ要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这时候呢 几率呢 是0 那么这个 当ML等于负1的时候 和ML等于1的时候 情况是一致的 那实际上我们就了解一下 就是说 它随着发现粒子几率 随随随特的这个分布 它是决定于 这个脚量子数小L 和这个磁量子数ML的 那如果呢 这个L取二三四等等 那么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在这里头呢 我就不说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现电子的几率 随着二的变化 三个手标 我们已经说了两个了 是二变化 这个呢 实际上这个大二方 由它来决定 那么这个大二方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单位体中 发现电子的几率 随着二的分布 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把这个函数啊 都乘以 把它乘以 一个四块二方 四块二方 这样来呢 就是说四块小二方 乘以大二方 实际上它代表 半径为二的一个球形 撬层中 发现粒子的几率 那下面个图横坐标 都被小R比称A0 这里这个A0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 这个青年组光谱的时候 那个波尔半径 就是0.53个I 就是就是氢原子 和外这个电子 第一轨道半径 就A0 那小R当然是半径了 那么重坐标呢 我们都用的是 四π二方 乘以大二方 来表示 最后就得到这样一个 结论 这些图呢 我们看这个n等1的时候 那个l只能取于0 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那在哪个地方 例子在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出现几率最大呢 在这个 我们看标下 那个横坐标看一下 那个R比较A0等1 那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R等于A0 那个位置 例子出现几率最大 那这个其实呢 和前面 就是说你在n等1 这个能量状态的时候 前面说 它轨道运动 那他就是说 他只能在这个R等于A0 这轨道运动 其实呢 是不一样的 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出现 实际呢 只不过是在R等于A0 这样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电子出现几率大而已 那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出现 所以它呈现这个 像这个电子 电子云 这样一个分布 而不是那个轨道的 确定轨道那种分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n等于2 那几种情况 n等2的时候呢 这个L只能等于0 和1 这两种情况 这样情况 我们不看的 这个n等2 L等于0这种情况 我们看那个n等2 n等2L等1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很显然这个 r比上A0 这个实际等于4 就是r等4倍0 这和前面那个 我们用波尔的 这个原子理论 得到那个结果 好像是一样子的 就是n等2嘛 出于12这个能态的时候 这时候呢 这个在哪个地方 发现粒子几率最大呢 是在r等于4A0 这个地方发现几率最大 这个结果 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这个n等于3 n等3是L呢 可以有这么取值 一个是L等于0 一个是L等于1 一个是呢 这个L等于2 我们不看前两种情况 我们看那个n等于3 L等于2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那很 也一看那个图 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这个r比重A0 等于9 也就是说那r等于9倍A0 这个地方呢 这个发现粒子的几率是最大 这和前面的结论是一样的 实际就是n方 乘以这个A0 好 我想呢 对这个电子几率分布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咱们教材 另外也可以看看 其他的参考书 第十题 氏球下列量子态上 所容拿的这个最多量子数 最多电子数多少 第一是n等于3 n等于3的时候 这是有多好这个量子态 n等于3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l的取值是从这个0 一直取到2的 那么l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ml呢 它这也只能取0 取一个值 那这个l等于2的 等于1的时候 ml呢 等于是这个正负1和0 取三个值 l等于小l啊 它等于这个2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ml呢 它取五个值 0正负1正负2 所以呢 如果用n 这个lml 那表示量子态的话 实际上有多少量子态呢 就是这个1 加3加5 是9个呢 量子态 那我下面呢 我们会讲到 其实呢 这个 一个电子 它这个状态 实际是由四个量子数决定的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三个 就是 主量子数n 还有这个角量子数 小l 磁量子数ml 它缺一个就是 自旋量子数 那么在这个n 小l ml 相同情况下 那么这个自旋量子数 也有两个取值 所以呢 我们说呀 这个 当nl ml相同情况下 那么自旋量子数嘛 那可以 还可以有两个状态 所以呢 1加3 加5 这是9 每一个里面呢 又可以有 两个自旋量子数 所以呢 实际就是说 2918 所以n等于3的时候呢 就是说呢 最多的电子数 是18个 18个电子 这个和我们的中学学 那个天空伟大 差不多 这是什么2 什么8 18等等 第二的是n等于3 ms 就是说 它就是自旋量子数 这个等二分之一 给它一个确定值了 那前面已经说了 大家要确定之后 那实际呢 n等于3时候呢 那么这个l呢 它只能去012 那么ml 根据这个l取值 分别取值的135 所以就135 那这是9 那有9个量子态 所以呢 这个n等于3ms 二分之一时呢 就能容纳9个电子 那么n等于3 l等于ml等于3 能容纳多少电子数 这样的电子数 实际上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n等于3 那个l只能取012 l也不能取3 所以呢 没有这样的这个状态 因此呢 它这个是0 这就是第10体 我们看这个例示意 对应于氢原子 电子轨道运动 是计算n等30 氢原子可能具有的 轨道角动量 大家知道这轨道 轨道角动量呢 根据前面得到的这个结论 那是这样 大l等于根号下这个小l l呢 加1 乘以h1横 那么你这个n等于3的时候 那这个小l呢 还有几个取值 它是从0取的 然后这个0 还有这个1 012 它是这样 这样写的 那么当然了 你小l要等0的时候 这一旦 大家一看 知道这个大l实际是个0了 那你这个小l呢 是如果等1的时候 那这个大l呢 这是根号2 h横 那小l呢 等于2的时候 这个大l呢 这个大l呢 然后那个是3 这个根号6 2乘3的6 这个根号6 h横 这其实都是 很简单的 第十二 这里呢 这里呢是n等2 l等1 这种情况下 那么原子的轨道知量 首先说这个 它的轨道知量 是多少 l等1了 那么这轨道知量 就已经定了 它是l l 加1 s横 那既然l等1了 那这个东西 实际就是更2 s横了 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东西 那根据这个 它在空间形象 lz 它等于ml 乘以s横 这样一个字 那l等1的话呢 那这里其实 有几个字呢 ml有三个字 一个就是这个0 0是它一个字 第二呢 就是一个正负1 正负1 因为l是1嘛 所以说0正负1 所以就是一个正负这个 i字横 这样来呢 就是说 这个角动量啊 这个l 在空间有几个取向 是三个取向 那我们可以画一下 它这个图 比如说这是这个z轴 第一个是0啊 因为它在这个是原点啊 这是它一个取向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这个z轴 投影值正好呢 是lz等于0 所以呢 这时候它 z轴角的就是90度了 第二种情况下呢 因为它的值呢 在指导是根号2h 这次是根号2s这么大 第二在哪呢 在这个正s 这里有一个h值 一共是根号2呢 但是就在这儿吧 这是h 那这个投影值的话呢 它这一定是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呢 是下面对称的 下面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投影值呢 就是-h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要求的角度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实际 这是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是25 这也是个角度 还有呢 就是 那个角度 大家画的 就是这样一个角度 这个三个角度 这个角度也非常好 好求 因为这个是 这是根号2 那边是1 所以呢 这三个角度 我们就用这么表 说这个ml 如果等于这个 它起0的时候 所以这个定型的角度 是2分之π 1s乘角是2分之π 那么这个l ml 如果要起这个1的时候 这时候定型的角度 很显然是4分之π 那么ml 要是等于这个-1的时候 这个φ 那很显然这个是4分之3π 就是这样 这题呢 实际帮助我们练习一下 这个轨道角量的 这个空间量子化 第六节是电子自学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925年的这个乌伦贝克 和这个哥德斯密特 提出电子自旋的假设 他说不能把电子 看成是点电荷 电子除咬合运动外 还存在一种自旋运动 相拥有自旋角度量 和自旋磁锯 那么这个自旋角度量呢 它大小s 等于 根号下 小s乘以小s加1 然后呢 在后面是h横 这个表示式和这个前面轨道的角度量 大L表示式呢 是基本相同的 只不过呢 这是其中的这种自旋量子数s 它只能取一个值 它就只能取二分之一 所以自旋的这个角度量 它大小就是二分之三h 这是定值 没有其他值 第二呢 这个自旋角度量 在外上方向投影 我们用这个sz来表示 它等于ms乘以h横 这个和这个轨道角度量 在外上方投影 那表是基本相同的 那这里是这个ms 叫自旋磁量子数 这个自旋磁量子数 只能取两个值 一个就是二分之一 一个就是负二分之一 将来呢 这个自旋角度量 它也能取 在这个外上方向投影 也只能取两个值 就是正负二分之一 h横 另外我们看电子 它具有自旋磁器 还有这个自旋角度量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一关系 就是自旋磁器 我们用μs来表示 自旋角度量 当然前面指导 用s来表示 它们之间呢 是μs等于 负的e比乘ms 那个e呢 是电子这个电量 m是电子质量 其实那这样一个关系 自旋磁器 在外上方向的 这个投影 在外上方向 也只能取两个值 投影也取两个值 于是这个μsz 等于正负 e乘以h横 比乘2m 这些关系 因为都比较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推导 大家有时候 就是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这里主要要记住 就是自旋磁量子数 它等于ms 只能取两值 正负一 那么把这个电子 看成是质量均匀分布 电荷均匀分布 小球 那么讲电子的自旋 如果看成是简单的 机械自转 这就是错误的 我们怎样来认证一下呢 首先我们要是简单自转的话 我们会发现的 这个小球边缘的速度 线速度 因为是超光速的 大家有前面知道 实际呢 这个角动量 也就是动量锯 它等于 这个转动贯量 乘以角色的Ω 那么对于 如果电子看成是一个 质量均匀小球的话 那它的一个转动贯量 实际是5分之2m2方 我们再乘以它转动角色 我们一个 这时候我们让它等于这个S 让它等于S 这样呢就等于2分之根号3 乘以H一横 我们由这个一式子 做一下简单计算 就会得到 这个在 小球的边 这个边缘上 它这个运动的这个限速度 就是OmgR了 那么这个 最后我们一算一下呢 它是大于3乘18次方 因此我们不能 简单的把这个电子看成是 这质量均匀分布 电荷均匀分布 这一个小球 那下面再看第二点 就是薛丁克方程啊 它不能预言电子自学 原因在于那薛丁克方程 就是没有考虑相对论效应 那迪拉克 建立起描述高速运动粒子的 这个相对论波动方程的时候 电子自旋性的自然是得到了 所以电子自旋 是一种相对论性量子效应 第七节呢 我们简单的这个也是说一下 原子的相声结构 原子中的电子 可以处于各种可能的状态 电子的这个运动状态 有主量子数N 脚量子数L 和磁量子数ML 和自旋 磁量子数MS4个量子数 完备的描述 那这个电子的主态的符号 我们再说明一下 那这个L 就是这个脚量子数 它可以取0123456 这时候用符号怎么表示呢 它取0是用S 1是用P 2是用D 3是用F 要一此类推 那么主量子数N 它取12345等等 它取1是用大K表示 取这个2是用大L表示 取3是用大M表示等等 那么取1的时候呢 这第一章层用K章层 那它的主态的话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1S方 2S方 2P方 实际说呢 1S方实际是N等于1 那么这个L等于0 那这个 这东西用大电子数是2 那2S方实际是N等于2 那L等于0 用大电子数是2 2P4呢 实际是N等于2 那么P呢 是L等于1的时候 用大电子数是4 以下的我就不再细说了 炮力不相用原理 就是说你认一个电子 它不可能就有完全相同的 两个以上的量子态 这是炮力不相用原理 那就是在主量子数为N的翘层上 最多用拿了电子数多少呢 我们通过下面一个公式呢 做下计算 就是大N等于2倍的N方 这N是主量子数 那就是说的N等1时候 这个翘层呢 就用拿两个电子 N等2时候呢 就用拿这个8个电子 N等3的时候 最多用拿是18个电子 以此类推 那第二是能量最小原理 由于这个电子啊 最后在这个原子能怎么分布 使这个整个原子能量最小呢 它就是下面这一种分布形式 1S 2S 2P 3S 3P 4S 3D 4P 5S 4D 5P 6S 4F 5D 6P 7S 5F 6D 7P 就是说 以这种形式分布时候呢 那么整个原子能量呢 处于最小 那今天课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